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0月5日 星期三 這節和各位網友先說說話說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在報章撰文 說到二十大過後 香港有機會通關內地 怎樣的消息是否真的通關呢 這節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發展 另邊商就是政府就著兩萬張免針紙 將會在10月12日失效作出最新回應 說到並非廢除免針紙是不承認的意思 還是疫苗通行證用不到的意思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邊商亦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俊宇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節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重量級建制派盧文端就指並非空月來風 二十大過後有機會放寬通關 就說中央會採取有力措施 對外推介香港形象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在明報 暫文端表示近日有報導指中共二十大會議過後 香港越內地的通關政策有機會放寬 香港越內地的通關政策有機會放寬 這個並非空月來風中央一定會支持香港開拓經濟發展新局面 盧文端在文中是這樣寫的 最近有人說特區政府大幅放寬入境檢疫限制 是沒有得到中央的支持影響和內地通關 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據筆者了解特區政府不僅就此事 與中央有關方面有直接暢通良好的溝通 而且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 以上折錄於HK01的最新報導 最新有消息指在這個二十大會議過後 香港有機會通關內地 但怎樣做得到暫時未知 佳英近日其實有很多討論 香港正在行零加三 未來不知道會不會零加寧 若然零加寧即是與國際通關 但與內地通關仍然是七加三 七日酒店三日的家居監察 兼且較早前特首曾提及過 在香港研究逆隔離 即是逆向隔離 你先在香港做好隔離 再上內地 但這個做法也不算通關 真正通關應該是免檢疫通關 但若然免檢疫通關又是否真的成功 這個的確出現一個相對地難處理的警方 但來自最新的消息報導 既是如此我們繼續密切觀望 將最新的發展先講給各位網友知識 我們一起分析 另一邊商也講講這則消息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導 港府澄清並非直接廢除兩萬多張免針紙 只不過是不接納用作疫苗通行證 報導的內文是 是這樣的七名私家醫生疑似濫發免針紙被捕 他們所發出的免針紙也會由今個月12日開始失效 立法會議員江玉寬昨天發貼文 批評港府只是用合理懷疑 就廢除了兩萬多張證明書是沒有法律基礎的 應用屬於專門手段和令到法律界嘩然的 醫衛局在昨天晚上回應時強調 他說不接納相關豁免證明書作不適合接種的證明 只是屬於疫苗通行證下的安排 並非指政府直接廢除有關醫生發出的所有醫學證明書 局方重新考慮到有關私家醫生涉嫌濫發醫學豁免證明書而拘捕 而該等私家醫生發出的豁免證明書數量不成比例地高 有合理理由懷疑有關私家醫生未有遵從衛生署的指引 先為病人恰當診證作出臨床評估 而簽發的醫學豁免證明書 因而未能符合599L章之下第17條 那個醫學豁免證明書的要求 基於上述合理懷疑港府不再接納7名涉事醫生 過去發出的醫學豁免證明書 作為疫苗通行證下持有人不適合接種新冠疫苗的證明 港府澄清不接納相關豁免證明書作不適合接種的證明 只是屬於疫苗通行證下的安排 並非指政府直接廢除有關醫生發出的所有醫學證明書 以上就來自經濟日報和醫務衛生局的最新回應 不過看完之後都一頭霧水 因為那兩萬多張免針止的持有人 你不能排除當中有多少個部份是健康與身體 對疫苗有一個憂慮和擔心等等 說這兩萬多位的朋友不知怎麼辦 近日有立法會議員贊聞炮軍 說法律基礎理據為何可以直接廢除相關的免針止 局方最新回應說不是廢除 所以我們沒有廢除 又或者不能用於疫苗通行證 其實兩個說法有甚麼分別呢 真的聽不出 簡單來說就是不用得疫苗通行證 既然不用得疫苗通行證的話 那個豁免證明書豁免作廢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這個進展有點怪怪的 局方好像解決不解決 估計稍後也會有相關人士作出回應 但怎樣說也好相關二萬多張免針止 將會在今月十二日失效 這已經是鐵一般事實 另一邊商也說說各大社區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七咸道南南途人跌坐在路上 手腳拆上了 的士大哥拒絕認撞到人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明天尖沙咀七咸道南今早發生的士 懷疑撞到途人意外 事發在清晨五點多 一格沒有載客的的士沿七咸道南萬線 往阿士甸道行駛 使至金馬輪道交界的時間 懷疑撞到一名男子 他拆箱坐在地下 的士大哥於是報警 警方到場調查報稱被撞到的中年男子 手腳拆損 經救護員初步治療過後 再由救護車送往伊麗莎白醫院治理 的士司機亦為中年男子 他向警員表示 並沒有撞到那名的藍途人 他當時開車駛至上旨時 藍途人原本站在路邊 突然跌坐在地上 聲稱被撞到 的士車身沒有損毀 的士大哥亦通過酒精呼氣測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交通意外亦有羅生門 究竟的士有沒有撞到這個男人 若然沒有撞到 這個男人為何又說自己被的士撞到 那間手腳拆損 但整件事很奇怪 的士大哥那邊的版本 駕駛途經上旨時 就見到那個人自己跌坐 說究竟誰對誰錯 還要有待調查 另一邊雙亦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機組人員外站設閉環管理 說公會希望再削減抵港核酸檢測次數 報道的來文是 本港疫情就穩定了 政府放寬機組人員的檢疫安排 取消香港機組人員閉環管理安排 他們可以離開酒店活動 在講過後 檢測陰性可以獲發藍色碼 但連續四天都要做核酸檢測 變相零加零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外務副主席 蕭穎恩就表示 新安排令到機組人員不需要長期留在酒店房間 應用今次調查是從業員望穿秋水期盼的結果 蕭穎恩在電台節目表示 機組人員在外站逗留的時間不長 多數只是去超市買日常用品或到餐廳吃飯等等 他們不是去派對 相信員工會遵從戴口罩 以及不能去人多聚集的地方等等的指引 近期香港疫情終於有望繼續保持平穩和下跌 各界呼籲復償 其中一個復償是機組人員終於不用做閉環管理等等 但現在回到香港仍然要做核酸檢測 工會希望能逐步減少 若然制定一個路線圖 其實路線圖的終點 應該是所有措施都不用做 到時香港真的好起來了 但距離這個目標還算是有一段距離 工會就倡議機組人員回到香港不用做這麼密的核酸檢測 不知各位網友有怎樣看 不妨劉果然一起聊聊天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